凡上过学的人 谁不记得考场的煎熬 我们的分数都是诚实得来的吗 美国四千多所高校 都有学生诚信条例 诚信教育被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我是80年代中来美国的 那个影响最深的 就有点culture shock 我都震撼的就是说 去考试之后 发现那个斯坦福一个特点是 没有兼考的 那个考试当中的话 你出去甚至回宿舍去 吃点东西再回来 都是允许的 所以当时的时候觉得 很奇怪 怎么会是这样 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 威廉玛丽学院 早在1817年 就开始让学生 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参加考试 是最早实现荣誉制度的学校 接着西点军校 普林斯顿大学 也相继建立了荣誉制度 到二十世纪上半期 荣誉制度已经发展成一套 内容丰富的制度 西点军校 美国将帅的摇篮 出过两位总统 三千七百多位将军 西点的使命 是把每一个毕业生 培养成为 有品德的领军人物 荣誉是西点军校 对学生在道德行为方面的要求 荣誉准则是 每个学员绝不说谎 欺骗或偷窃 也决不容忍此类行为者 从入学的第一天 西点的这种诚信教育 就从夜间茶房开始 但军官只站在门外询问 并不进去 里面照实回答 到三年级时 甚至连楼都不上 came in and on the first floor he simply called out room 101 all right and he heard back an all right 102 all right and he went through every room without moving he stayed on the first floor in less than a minute he had 16 answers which he trusted he turned around and left knowing that everyone was in their room who was supposed to be and I laid in my bed that night thinking this is amazing look just how efficient an organization can be when everyone trusts everyone else to tell the truth 那么信仰 它是一个 看不见的一个教导 越术的力量 我们在这边 有儿童主日学 经常你会听到 小孩子会说 如果我这样子做的话 上帝会不喜欢 所以他从小这个理念 就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已经都建立起来了 你看家庭教育好的 他的孩子出来 讲话谈吐 都是非常诚恳而诚信的 他讲一句谎话 他就脸红 你知道吧 过去因为 我们注重品德教育 诚信当然是第一个这样 所以学生 他会有个感觉说 作弊 一个非常应该 觉得羞耻的事情 现在不一样的 现在就很多学生 就觉得说 我只不过是做个小超而已 又不会影响到 伤害到别人 很多学生 返回学校的记录 偷偷地改老师的成绩 后来是被 很好的学校录取的 但是呢 学区学校采取的政策 就是说 我们马上通知那个学校 结果被录取的学生呢 其他到最后都被拒绝了 就学校不会再收他了 那个斯坦夫 不仅仅是培养 你的技能 知识专业方面的发展 出来的人 他是要在你那个领域里面 起一个领头作用 你要是没有诚信 怎么样去领导别人 但是万一有的人 他真的是作弊 被发现的话 那他唯一的出路 就是离开 你就不可能 在那地方待下去 所以诚信 其实是在美国 整个文化当中 当然也应该说 是在基督教的文化当中的话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每天一点点 世界大改变 订阅就是支持 转发也是宣教 请您继续关注新式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